剛剛議長在接受專訪的時候也證實說 就是選委會那邊有來跟你們申請了2.5萬份的 2.5萬份寄出那個查詢單的預算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這基本上就是行政資源的干預方案 以我議會的立場跟角度 我就是說明我們今天待會11點鐘會開程序會 也就是民政處已經正式來公文 來跟議會申請電付 那其中這一筆公文裡面的預算大概兩百多萬 有一筆就是2萬5千份的郵寄費 這是事實確實有在公文裡面的他們的預算表裡面 過去好像都沒有這種比例上的確認性 那議會這邊的看法 議員的看法是怎麼樣 議員的看法可能要訪問個別議員 那我以議會的角度我們電付就是會照著程序走 那待會程序會如果通過那就是會有這個預算通過 會不會覺得說這筆就是這樣的查詢有點高到不合理 社會自有公平吧 因為那公文非常清楚嘛 日期是在什麼時間大家可以做判斷 那今天才開會 上禮拜我就已經看到媒體上有預算表 這代表什麼 代表這不是 這不是經過議會出去的 因為我們今天才要開會 對啊 我上禮拜就已經看到 那我可以證實就是說 上禮拜新聞看到的預算表 跟我們收到預算表是一樣的 那怎麼看國民黨這邊就除了找大咖之外 好像也有在醞釀說要反罷免民進黨的議員 您個人有收到這樣的壓力嗎 嗯 我覺得地方上 大家 互相尊重啦 因為 為什麼社會對謝市長不滿 我想國民黨可能要真正去理解 地方上的聲音 不滿的聲音是什麼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全世界不會有一個城市 編列十億的預算送電動機車 這才是真正市民不滿的聲音嘛 那地方的表達 我希望大家可以做檢討 溝通跟改善 用這樣子的方式 呃 我不樂見這樣子的結果 嗯 那議長如果霸梁成功 你是否有意願選基隆呢 沒有 現在我們不會有這種討論啦 因為從頭到尾 民進黨從中央到地方 都沒有任何的參與跟介入 所以從頭到尾 我們中央跟地方都沒有開會討論過相關的事情 那我們也希望 以我議會的立場 以我議長的角色 也希望市政府可以充分的跟社會做溝通 跟市民做溝通 而不是跟國民黨做溝通